好,我們一齊站起來吧 崇拜開始之前,我們可以讀出以下宣詔的經脈 來自詩篇105篇1至4節 準備開始 清這夜和話,求告他的命 在萬文中傳揚他的作為 要向他唱詩,向他歌頌 述恰他一齊奇妙的作為 好,主啊,求你充滿我們 祝我來尋找你的臉 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 祝我看过你的痛在雨 求你接近我来充满我 祝我来寻求你的愿 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 祝我看过你的痛在 求你接近我来充满我 祝我来寻求你的愿 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 祝我看过你的痛在 求你接近我来充满我 祝我来充满我 求你充满我 祝我来充满我 求你接近我来充满我 祝我来充满我 求你接近我来充满我 求你接近我来充满我 祝我来充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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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离开我 你是我 你盼望 我必难做 跳远欧华的人 海上西岸山 漫文作证 永不动药 中山怎样 围绕耶路撒冷 耶和华 要教药 围绕可白生 直到永永远 哦 耶和华 要教药 永不动药 中山怎样 围绕耶路撒冷 你不围绕我 只若相复在你的岸中 中山围绕耶路撒冷 你不围绕我 只若相复在你的岸中 中山围绕耶路撒冷 你不围绕我 只若相复在你的岸中 中山围绕耶路撒冷 中山围绕耶路撒冷 你不围绕我 只若相复在你的岸中 中山围绕耶路撒冷 你不围绕我 只若相复在你的岸中 中山围绕耶路撒冷 中山围绕耶路撒冷 你不围绕我 只若相复在你的岸中 中山围绕耶路撒冷 你不围绕我 只若相复在你的岸中 你不围绕我 只若相复在你的岸中 中山围绕耶路撒冷 你不围绕我 只若相复在你的岸中 你可以共同想地 糊围绕我 只若相复在你的岸中 i bond 我 只若相复在你k兩花 无有让坏海 ama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抱歉 纠缓我 鼎子们 以下一段文想的时间 请你安静微慢慢 活在今日的香港 我们都很梦的 在这个后国安法的年代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的 有时我们作为信徒 我们不知如何面对这个现实的环境 我们不想看新闻 即使我们不看 我们的工作里头 都会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 可能要你去秒钟 可能要你有很多其他的 即使回到来 我们都需要 写名 甚至乎在那里 夺一些的内容 主要我们真的不懂 如何在这个环境 面对着这些处境 我们到底怎么好 去还是留 好 我们跟天父说 有时候我们看圣经 看到出埃及的 他们都用了很多年的时间 去经历 上帝才有大力 我们很简单 我们揭去下一版 就已经是过了四十年 甚至有很多年 在这段时间 我们可以做什么 祈祈祷 祈祷 和敬拜 没错 就是敬拜 我们跟神说 即使我们不懂 祈祷 我们也跟神说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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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是 祈祖 在这里 中间 要被避过 有空 要坏 更力 自由 佳 的 祈祷 母 祈祷 祈祷 无数 忘却赏伤 何愿越死亡 越过风浪 神恩手把我恩财 静我未曾所以我 见识一生过错 何愿越死亡 越过风浪 神恩手把我恩财 静我未曾所以我 见识一生过错 才祈祈祷 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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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再补助上救命耶稣 愿救人归远 再再补助上救命耶稣 愿救人归远 再再补助上救命耶稣 愿救人归远 再补助上救命耶稣 愿救人归远 再再补助上救命耶稣 愿救人归远 再补助上救命耶稣 愿纽救人归远 宁愿救人归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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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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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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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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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姊妹請坐 令姊妹不安 你們敬拜的時候有什麼體會? 可不可以在後面開燈嗎? 因為我想看見一下大家,很喜歡看著你們 雖然我們老花,其實不是看得太多 我不知道你剛才有什麼體會 這場敬拜 我體會一件事,我覺得神在我們中間 第二就是我體會的恩福是多元的 所以如果你走錯路,離錯了崇拜的時候 可能這個崇拜的內容未必適合你聽,也不要緊 因為恩福有很多場崇拜 或者你想說,這個是年輕人的群體 這個是年輕人的敬拜 我很欣賞剛才敬拜的隊伍,但其實他很勇敢 我真的說真的 他拆完之後死了,有沒有人找我呢? 所以我就決定上來才說,你不用找我了 這場是青年人的敬拜 所以我們很想在神面前帶著一個年輕人的心 我也學習 可以在神面前去真誠的敬拜 這個很重要 盼望大家學習吧 在恩福裏面,我也在學習中 怎樣可以有不同的聲音 在加難的時間,怎樣在神面前 仍然可以有不同的立場 坐在會堂裡面,影響著十字架 焦點是這個十字架 這個很重要 不容易,不過我想在這個時代的香港的基督徒 過去從未如此經歷過 此刻我們進入這個歷程裡面 就是這個時代 我們去學習如何去經歷 這個時代我們應該要回應的事情 沒有經驗參考 也沒有很多見證告訴我們可以怎樣做 不過仍然覺得,作為信徒,作為牧師 幸好和你一起去學習,去面對這個過程 是非常重要的 給點掌聲上帝,好嗎? 我也想你給點掌聲記賣隊,好嗎? 鼓勵他們 今天跟大家去分享神的說話 這個題目是整個教會 這個禮拜的不同堂數的崇拜裡面 都是講這個主題的 這個主題當揪到我手上的時候 我就覺得,嘩,這麼硬的? 莊嚴重,剛才那個setting也挺對的,對吧? 但是當我要知道那些經文的時候 就更加覺得,嘩,不過不容易 不過我仍然覺得神的說話 其實聖經裡面有很多經文 我都還沒說完,都說不完 其實 應該每一段說話都可以去展現神 在我們中間 甚至透過神的說話 可以鼓勵我和你的生命 雖然我們有很多不同 想法不同 剛才正說,對於政治的回應 看法都不同 甚至對於你覺得教會是什麼 其實你和我心目中有很多不同 不過有些東西一定是相同的 就是聖經裡面所說的東西 我們可以朝向一些相同的東西 不需要爭議的事 我們去明白一下 究竟在真理底下 對於你和我 今天,聖經文,有什麼提醒 坦白說,我每一次說到 我都很相信神在跟我先說的東西 如果聖經文所說的東西 不是跟我這個人說的 我說的東西其實都是一些很虛的東西 很假的東西 果然相信聖經在我們中間 引導我們明白真理 我進入這個題目 跟大家認識一下 因為這個題目叫做 莊嚴終遇見神 其實背後有句話我沒有打出來 其實是說 我們在禮儀裡面 如何去和神相遇 在禮儀,在象徵性的東西裡面 我們如何去遇見神 這是今天這個講道裡面 去朝向的方向 跟大家一起認識一下 一些好像很悶蛋 在狗裡面老身常談的題目 但如何讓我們生命可以遇到它呢 希望你今天坐在這裡的時候 藉著聖經的幫助 讓我們明白真理 並且我們的心可以回應祂 不要回應我 神用我 只不過叫你去祈禱去回應祂 去回應神 盼望用神的說話在我們中間 從禮儀裡面去遇見神 我先跟大家進入一個討論 或者先大家想一個想法 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 什麼叫做靈欣運動 有沒有聽過 可能有些人聽過 其實我自己舞會成長是有聖年工作的教會 有些人認識我都知道 我成長的教會是有聖年工作的 我們方派教會 不過有聖年工作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靈欣派 簡單說就是有聖年工作的教會 不過有些人研究 神學家說過 其實靈欣運動的出現 其實是回應當時整個世界的理性主義思潮 理性主義不是教會獨有的 理性主義是世界歷史發展過程裡面出現的 其中一個時期 那些人傾向透過討論 透過客觀性、論證、邏輯 去看事情 這個是當時整個世界發展 我想大家都應該都知道這些情況 而靈欣運動的出現 其實就是回應著 為什麼在教會裡面生活 接觸信仰 只是透過論證 透過一些方法論 透過一些學術上面的研究探索 去證明這個上帝傳播 傾向在一種理性邏輯上面的信仰觀 所以靈欣運動有些研究就說 因為它想回應這件事情 就產生了一些靈欣運動裡面 很重要的元素 靈欣運動的研究就說 有什麼特點呢 當然它都是以聖經為基礎的 先這樣說 我不是要柴台 或者不是推別人去一個極端 都是以聖經為基礎 不過他們的信仰觀 比較強調一些主觀的經驗 他們比較強調一些感受 希望在信仰的活動底下 在聚會底下 希望可以透過過程裡面 感受層面 在感受上帝的層面上面 期望多一些 所以靈欣運動的背後 其實都不是說一些非真理性的東西 只不過在信仰底下 它所追求的 不再是一種只是純理性 純邏輯 純一種論證的方式去尋求信仰 而是希望在信仰的生活裡面 能夠有經驗的 主觀性的 能夠可以體驗到 感受一些的東西 那當然 如果一個信仰 只是單從客觀 單從一個理性 我相信是不足夠的 或者反過來 如果你只是花時間 在教育的生活上面 只是追求一種主觀的經驗 感受良好的話 但是我仍然相信這個信仰 都是不足夠的 因為這個信仰 我不覺得只是傾側在一邊 那你問我 那怎樣可以去 能夠經驗到上帝 能夠透過一個過程 怎樣去遇到上帝呢 其實我想告訴你 原來你每次回來崇拜 這個過程其實都透過理性 透過感性 去進行這個信仰活動 試一下想像一下 剛才你下面的時候敬拜 有沒有人很感動的? 是不是感受很大的? 其實很主觀的 我誰知道你的感受 你也不會知道我感受的 我在下面的感受 就是我兩邊飄來飄去死 有人打電話給我 問我為什麼崇拜感 你不會知道我感受的 我說真的 剛才真的 但我又覺得 真的很棒 所以我敬拜是很矛盾 但我反過來想說 你的感受在我心裡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感受是主觀的 剛才的敬拜是一個很主觀 透過過程去體驗上帝 現在在說道 是一個很理性的討論 我正在說這些 希望你去明白真理 透過過程 有邏輯、適經、論靜 讓你知道究竟真理底下 可以帶來給我們生命 有什麼轉變 等我講完道之後 再唱回應詩 我們又回到另一個 就是透過回應的過程 回應詩的過程裡面 我們又去認識真理 並且在感受上面 我們去知道 究竟我們怎麼可以去回應它 所以 剛才一場崇拜 這場崇拜還未完結 你都會在理性和感性之間 一直在明白 究竟神是一個什麼的上帝 並且在過程裡面透過這個理性 透過這個感性 我們去遇見上帝 這個非常重要 當然 我們能夠遇見上帝 其實不單只是在崇拜裡面 不只是講道、聽道、查經 其實禮儀教會 有沒有人在禮儀教會鑽來欣福堂的? 有沒有人試過回禮儀教會? 後面有 那些是禮儀教會的 原來看你不出 不過禮儀教會可能都困住你了 禮儀教會有什麼特色呢? 我想告訴你禮儀教會很可愛的 禮儀教會的相信 他們神學的相信就是 信徒參與禮儀的過程 這個禮儀的過程 可能就和上帝相遇 忠然 那些信徒 不太知道台上的禮儀在做什麼 他們都是相信 神學上他們相信 他們是明白真理的 舉個例子 沒有基督教之前的天主教 他們去傳揚福音的時候 在不同的村落建一個教堂 然後那些神父就做禮儀 有沒有聽過? 我想告訴你 原來那時候的神父做禮儀 他們是全部講拉丁文的 他們下面那些人坐著 根本上耕田 他們不會拉丁文的 但是他又會跟著禮儀在做 當法聖餐的時候 他們叫做聖禮的時候 就會做 一直跟著做 因為天主教神學 他們相信聖禮的過程 神就會工作 讓那些參與禮儀的人信徒 能夠與神相遇 這個是當時 九歷史裡面 他告訴我們 原來禮儀教會的禮儀的背後 有一套想法 當人進入禮儀 這個禮儀的過程下 聖禮就會工作 忠然那些的神父 台上面他沒有去解釋 每個程序的背後的神學 但是他們相信 坐著參與 你在其中的時候 你就會去明白 過忠神跟你相遇的過程 欣福堂不是禮儀教會 欣福堂是一間福音派教會 Evangelical教會 方派教會我們強調什麼呢? 我們強調聖經 所以有些人研究方派教會 其實綜合了方派教會裡面的特性 其中一個就是我們回歸到聖經裡面 我們不是透過禮儀 我們不是透過聚會形式 我們是透過神的說話 去將神的說話宣講 讓弟兄姊妹 即聖靈的幫助 我們可以被改變 不過這樣 弟兄姊妹我想告訴你 你們知道 如果當教會 只是在神的啓示文字上面 去到認識神的話 對我來說 我覺得 失去了過去教會 二千多年 在教會傳統 或者教會禮儀底下 一些很豐富的好處 如果單單只是從聖經 文字上面去認識神的話 我們是會失去了一些 過去教會的傳統 禮儀上面帶來的好處 說話牧師你這樣說 會不會更多電話找我呢 是嗎 不過我想告訴你 恩福堂有個很清楚的神學 清楚的聖經的想法 無論任何途徑 我們要去認識神的 無論什麼方法也好 什麼內容也好 但這個過程 不能夠違背聖經裡面所說的東西 這個是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 跟大家最後一個題目 好像很深奧的事情 禮儀裡面 是去遇見神 究竟我們帶著什麼的心態 我們可以怎樣回應 我們可以怎樣去預備我們的心 每一次回來教會 參與九個禮儀的時候 我們希望 在那個禮儀中間 能夠遇見到神 為什麼這麼說 為什麼教會這個定一個題目 其中一件事就是 本來這個題目定在疫情的時候 大家都還未能夠回來實體聚會的時間 大家在教會 在家裡有沒有領過聖餐 在家裡的聖餐 你有什麼體會 問心那一句 你是不是穿著拖鞋 調短褲 在桌面上 然後撕葡萄汁 還有塑拉餅 你有什麼體會 如果你在家裡 過去的疫情裡面去參加聖餐 透過螢光幕 這個過程 很坦誠 你問回自己 禮儀本身有沒有跟神相遇呢 哈哈 你應該自己知道的 所以這個題目為什麼會出現 是因為在疫情底下 大姐姐妹 香港將來是怎樣不知道 有沒有這樣聚會 剛才主席說了 不知道 甚至乎有一天 當我們被困在一個地方 只有我們一個人去自己聖餐的話 這個禮儀 是否能夠幫我們跟神相遇呢 我們要對這件事很準確 很清楚 要去明白 希望今天和這句經文裡面 說一些很硬的東西 我寫得很少說這些這麼硬的東西 不過 我仍然覺得應該要教導 應該讓人看真些 究竟禮儀背後遇見神的時候 有什麼看法 這個非常重要 在英國堂裡面有兩個很重要的禮儀 只有兩個 洗禮和聖餐 今天講聖餐 為什麼只有兩個呢 有些教會 有些天主教教會 不是的 原因是因為我們相信 聖經裡面 耶穌親自吩咐的只有這兩個 是白紙黑字寫得出來 是這兩個 有些教會會有沒有禮 有些教會會有懺悔禮 有些教會會有堅信禮 不過恩福堂沒有 因為我們很相信聖經 只有這兩個禮儀 是耶穌親自自己吩咐我們 並且我們可以依從祂的吩咐去做的 從瑪勒福音 從今天講這段經文 同樣地今天告訴我們 好 我們一齊不如先讀一下 今天的經文 好嗎 讓大家最入講到前 希望用神的說話 知道我們聽聽些什麼 OK 好 一齊來讀 請 呼籲 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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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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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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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